早安 歡迎回來 在這個房子裡面 零收可能是 零收一天少一天 因為我們房東一直都想要賣房子 可是體恤我們還住在裡面 現在要第二個孩子 差不多也是要搬家的時候 所以現在 我們房東一直都想要賣房子 心裡面百感交集 我一定會很懷念這個房子 這是麵包雞做的吐司 然後今天要特別跟大家 推薦這個 鮪魚玉米 這是無添加的 應該是在全聯家樂福都有賣 我買的是 我買這樣兩個128 然後我先生跟小孩都很喜歡吃這個口味 然後再介紹一個東西 我在蝦皮上買到這種裝奶油的盒子 它長這樣 裡面有一個切刀 就是你把奶油放進去 切一刀大概就是10公克 所以呢你可以先切好 一批的奶油放在裡面 每一次要用的時候 就拿出一塊來 直接用 有時候我會烤麵包 有時候會烤一些肉類 或是要煮飯 或是要做麵包的時候 一次要用10克 就直接丟在麵包機裡面 就不用每一次 把一整條奶油拿出來切 再放回去 我覺得是 很方便的做法 然後蓋子可以 蓋緊 好 柳丁醬切 吃起來會很爽快 先對切 然後把它剝開來 把裡面的籽都去掉了以後 然後再對切一次 然後家人就可以直接用叉子叉來吃 就不用再剝皮去籽了 讓我們一整天 也得帶領 喜樂 和平安 奉耶穌基倫理 祷告 阿曼 根據上一胎的經驗 我很覺得 要生小孩之前 要好好的做重要訓練 尤其是上輩的部分 這樣子以後 小孩生出來會比較力氣抱孩子 也比較不容易得媽媽手 I'm a happy I feel a fool Oh Know that I'm a ignore you all night Know that I'm a declare your clothes right Know that I'm a declare your clothes right But I know that when I get on I'm checking my phone and see what you want and see what you roll cause I wanna 打我 這時候我的鞋子最好 因為我是塑膝師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你在錄影嗎 對我在錄影 這一次騎騎騎騎 那是我在大學時代 來花蓮短學的時候 那時候就在這裡禱告 很喜歡這個地方 那我還記得在六年前 那時候剛跟NOVA認識的時候 來花蓮騎車環島 那時候我就在這邊 坐著好好安靜禱告 上帝就給我一個畫面 要去找兩個石頭 那時候我找了一個黑色的 很尖的石頭 跟一個白色的 非常圓圓的石頭 那時候這個時候呢 給我的感動呢 就是我是黑色的石頭 跟一個白色的石頭 不是那麼的不一樣 但是呢 上帝就是把我們配合在一起 讓我們可以彼此相愛 成為彼此的寶 好棒 就是很美好的故事 分享給大家 那兩個石頭現在都還留著 然後還多了一個 這個小弟弟 你嗎 這並且看得出來 兩個石頭都在一起 還有一個 小妹妹 在肚子裡的 五月要生了 Yeah 五月要生 然後我們再來繼續看 來紀念 這個美好的上帝的床 嗯 好悶 對 一見 這裡 我來這裡 進一見 老公 有 我去 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间小小素食虽然是吃素的 可是里面的菜肴都非常精致 对味蕾来讲是一个很创新的体验 我还蛮推荐的 我们亲人节的晚餐来吃这家店 它的街景也非常漂亮 在敦化南路上面 像是手护薯条 接下来介绍一个我在超市买到的购物袋 它是全黑的 我里面这次装了 意大利面 还有豆子 我看到豆子就会要买一些来囤货 因为台湾很少买到豆子 北非小米 Couscous 这袋子超好用 上面的拉链还可以放皮夹 然后这些是今天晚上煮北非小米需要用到的材料 一些海鲜还有洁瓜 它煮起来很方便 只要泡到热水里面去滚水煮大概五分钟就好了 接下来切结瓜 先切片 再切成条状 最后再切成小块状 淋一点橄榄油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上面我放的是IKEA的鲑鱼 它没有腥味是我最喜欢买的鲑鱼 发现它太大了 然后再对切 把它铺在蔬菜上面是为了要让到时候进气价锅烤的时候 鲑鱼的油脂可以滴在蔬菜的下面 撒一点盐跟胡椒 就可以进去烤了 180度15分钟 接下来来处理 这些刚煮好的北非小米 我用的这个容器是把它的水汽可以蒸干 气价锅的最后 我又再把IKEA买的虾子放进去 再继续烤个几分钟 里面我加了枫糖浆 不过觉得还是蜂蜜比较对味 一些葡萄干 还有一些柠檬汁 把它搅拌均匀 都可以了 不喜欢甜的人也可以不要加甜的东西 那我是很喜欢加一点蜂蜜 然后把烤好的海鲜跟蔬菜放进来 我一半的北非小米拿来今天晚上 又用另一半打算明天晚上配烤鸡 来当暖飯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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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嘚嘚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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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You did it! 要吃什麼? 北非小米啊 哪裡是北非小米啊? 北非小米... Couscous還有Zucchini 你不吃什麼? Raisin 吃完晚餐來裝明天的午餐 我們家80%的午餐都是前一天晚上的盛菜 最近發生很多事情 有一些是跟前公司的勞資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搬家 我們的房東要把房子要拿去賣 加上我們現在在不停的找房子 因為現在有兩個孩子要爬公寓四樓 加上我是高齡產婦 已經是很大的負荷 有時候覺得好寂寞 如果在台北到底哪裡是歸宿 Ethan提醒我 在亞伯拉罕伊薩雅各的時候 他們只有帳篷 要一直的搬遷 可是他們到哪裡都要祖祭壇 要來敬拜神 他這個話給了我很大的安慰 跟我更有方向知道怎麼繼續為未來祷告 今天也謝謝你的觀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等一下 我來吃 你靠我 吃 我們 吃 有 今天